好 我們繼續做練習 六歐姆跟三歐姆併臉 剛才的題目是串連 現在改成併臉 然後接一個六伏特 請問你每分鐘六歐姆消耗多少 請問你電池每秒鐘提供多少 好 然後請問講好幾遍 每秒鐘就是電動力 未來就是算低路力就好 不用算什麼能量 好 來 六歐姆多少 六歐姆有歐姆嘛 有R嘛 那你要去算的時候 你還需要知道什麼 你還需要知道電壓或者是電流嘛 可是你電壓不用求啦 因為正只有一個病人啊 接著六伏特病人的時候 總電壓都怎樣 分電壓都會一樣嘛 所以總電壓六伏特 可是六歐姆也是六伏特三歐姆也是六伏特 所以電壓等於知道 就可以代啦 就可以代 六伏特 六歐姆 然後呢要換前秒 所以是六十秒 所以往這邊算完就可以了 所以三百六十膠了 所以三百六十膠了 因為他只有一個病連 所以這個六伏特就是他的 如果旁邊再多串一個 這六伏特就不是他的 他就沒有六伏特了 就是你們怎麼會犯的錯誤 OK 就是如果這一個病連 我們要再多串一個 比如說兩歐姆的話 那麼這個六歐姆的病連 就沒有六伏特了 所以要再突然間算 慢慢現在就可以做出來了 OK 好 那現在問題電池也一樣嘛 一個方法就是直接看電池嘛 直接看電池 直接看電池就沒有電阻 就要用ITV 你要知道電流 要知道電壓 要知道時間 第二個就是去看那個外面的 外面的總消耗 就等於電池的總提供 那你怎麼去算外面的總消耗 第一個是把兩個病連當作一個 算出病連的總電阻 用總電阻、總電壓、總電流 去求總消耗 電話的是剛才不是有算出六歐姆的嗎 這算是三歐姆的嘛 就是他把它加起來也可以 看你要怎麼想都可以 怎麼做 你覺得你比較順 你比較能夠理解 你就讓你做OK了 反正至少我今天講的三個方法可以算出來 那我們可以用病連公式 算所謂總電阻、總電壓球、總電流 然後就把它整出來 但是我現在就是仿照前面算六歐姆 我這一算一次三歐姆 然後把兩個加起來做吧 加起來做吧 OK 好來 公式等這樣 大家已經算過一次了 六歐姆的每分鐘可以變一秒鐘嘛 所以呢 變成六分鐘變成一秒鐘 所以算出來十二焦了 三歐姆的 對不起 這三歐姆算出來十二焦了 電壓六伏特、電阻三歐姆 然後時間一秒鐘 六歐姆也一樣 電壓六伏特、電阻六歐姆 然後再來是六焦了 然後把兩個加起來就是 把兩個加起來就是 總焦號 就等於總提供 所以十八焦了 就算出來十八 你可以回家自己試看看 去算出它的電流 就所謂總電流 用總電阻 總電壓去求總電流 或者去算出六歐姆電流 三歐姆電流 用並聯公式算出總電流 然後總電流 六伏特帶ITV 答案會是一樣 可以看想的方法 真的好多的方法過得被做對不對 看要怎麼做都可以 就是跟各位講的 第一題十四 剛才做了一個串聯的 現在做了一個並聯的 來做一些題目 可以嗎 可以